十几年前,杨子给大家的印象或许只是《家有儿女》中的小雪,六年前,杨子签约欢乐世纪,成功拿到了欢乐颂中单纯热心又有些迷糊的职场新人邱莹莹一角,并为该剧配唱主题曲《总有幸福在等你》及插曲开得比花香。 没想到一部剧让她提名第二十三届上海电视洁白预览奖最佳女配角奖和第二十九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从此之后,事业有了一个至一般的飞跃,她是龙珠传奇中的前朝公主李一欢,是北京女子图鉴中的护士苗苗,是天机之白蛇传说中懵懂呆萌的白妖妖,是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花神之女紧密, 是切爱的热爱的,活泼软萌的学霸罗莉,擅长编程的天才少女童年,杨子的每一次表演都给喜欢她的人带去了印象深刻的作品,而背后的一切都离不开自己经济团队的支持。 但近两年,杨子似乎有些水逆,先是和某坐牢流量私翻,又是和顶流肖战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被撤荡,暂时青簪行永远不能上映,目前的杨子,只能频繁地参加综艺,套炒CP获取热度。 先是和张艺兴在向往的生活中靠一句绯闻女友出圈,再和黄子涛在蒙炭中的各种亲密互动。 杨子的各种热搜似乎都离不开欢瑞在背后的炒作,杨子似乎也是受够了这种营销,终于忍到合约期的结束。 11月15日,杨子官方宣布,与欢瑞事迹合约到期,感谢六年陪伴,未来将要自己一个人走,但会继续热爱自己的事业,更加坚定地勇敢向前。 杨子与欢瑞的合约是正常到期,表示不再续约,网友一片祝福,恭喜杨子脱坑。 可见粉丝也知道,杨子这些年在欢瑞受到的委屈。 欢瑞在娱乐圈不算小公司,曾签约的明星也不少,目前在合约的也有诚意,任嘉伦这样的当红演员,之前更是签约了杨阳,李一峰这样的流量大咖,但欢瑞实际的操作也是大家有目共睹,当红明星到期基本都是逃之夭夭,这一次的杨子也不例外了,杨子对欢瑞抱有感恩之心。 但是另一边,欢瑞给到杨子的,似乎并配不上杨子的感恩。 杨子是在15年加入的欢瑞世纪,当时开拍了《青云志》。 据传,这部剧原定的女主是baby,但在开机前一个月baby突然爽约,剧方一时找不到女主,然后拉来了当时正火的赵丽颖来救场。 当时的杨子,还因为《青云志》里的陆雪奇一脚被拳王吐槽,说他颜值不够,还非要出演爵士的冰山美人。 隔年,这部剧播出后,杨子的出场镜头被删减到了很少。 彼时,杨子开始被网爆,那时候的欢瑞并没有照顾到杨子。 反而在《青云志》播出的时候,又引战让你姨赵丽颖和女二杨子的粉丝因为翻味互掐,买通稿说赵丽颖发布会上故意不接杨子的话筒,还在采访中说制作这部剧就是为了捧自家艺人。 到了16年5月,杨子又进组拍摄了《龙珠传奇》,这是杨子秦俊杰公布恋情后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当初为了宣传电视剧杨子还特意发布长微博。 可见他对这部剧的重视程度。 有人说这是欢瑞给他的福利,如果不是欢瑞,杨子根本演不了这部戏,实际上杨子能出演都是编剧的利剑,但更过分的是,平台上对这部剧的介绍都没有杨子的名字,粉丝非常愤慨,为杨子鸣不平,这就是自己公司对艺人的态度。 而等到电视剧上映后,抄袭和乱改的风波也让这部剧口碑大跌,豆瓣评分也只有4.9分,这也让粉丝认为,这是欢瑞故意让杨子来试水,毕竟这种剧完全就是用来卷钱的,似乎欢瑞也感觉到了杨子还是有一定人气的。 同期爆红的任佳伦也被欢瑞力捧,在一番利益的驱使下,杨子成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部女主戏《天机之白蛇传说》,杨子更是凭借一场枯戏花絮,实力出圈,但所有的功劳与欢瑞无关,当时官方晒出的海报也没有杨子。 原本以为生活会好起来的杨子却又跌入深渊,该剧的播出刚上线的时候,豆瓣评分为6.2,后来由于剧情改编违背白蛇传等原因,被迫下架,之后又恢复播出,然而最后还是下架了,不过重新播出的时候是新加了结局,可能是为了平复广大观众的一难评,最后断桥七日之月,许仙为小白撑起了油纸伞,两人终得相聚。 到此,杨子和欢瑞似乎再也没有什么电视剧的交集,让杨子红起来的香蜜沉沉浸如霜,欢乐颂,亲爱的热爱的,都不是欢瑞拍的。 而解约这件事情似乎欢瑞早已做好准备,欢瑞事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些爆火的明星合约到期前,必定有一部自制剧让其拍摄,这部剧的核心内容是交接,生怕演员续约, 安排一些难啃的角色,甚至是说主角,也是为捧公司内的其他艺人而出。 这样一来,即使不续约,也有后续人员能活起来,撑起自己的牌面,但是也正因如此,每一位演员都在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约。 而杨子出演的就是和诚意的沉湘如谢,沉湘如谢目前为止可谓是一波三折,不仅经历彻当问题,还出现开拍人选未定。 当时官方公布的女主是景田,海报各种东西都制作出来,但不知道为何,最后景田选择退出,缺少女主的沉湘如谢,只好拉来杨子救场,还为了剧的正常上映,强行让杨子加班。 当时因为粉丝的声讨,公司更是出具了带着三个公章的声明,想撇开关系,而和杨子一起作为欢热一哥的任嘉伦,也好不到哪去,任嘉伦情商高部炒绯闻,专注拍戏,按理来说,代言和资源应该很好,但没想到,只换来一个洗发水的品牌智友头衔,连代言人都算不上。 粉丝怒火中烧,甚至都不想宣传官宣微博,之后,有一部分粉丝决定在微博上刷话题控诉欢瑞公司。 粉丝们不满公司对任嘉伦规划的路线,怒斯工作室,认为团队拖起后腿。 提出了三点诉求,都是粉丝们长期起来的心声。 而早期,欢瑞打造艺人确实有一手,但现在,他们似乎只是现在刚和欢瑞事迹只想着捞金捞金捞金。 他们靠着以具养人,救人带新人的模式,捧红了不少演员,例如《公所新玉》捧红了杨幂,《古剑奇谈》捧红了李一峰,陈伟霆,盗幕笔记捧红了杨幻。 可惜之后,聚合人红了后,欢瑞旗下的艺人纷纷出走,杨幂选择不续约,李一峰姐约了,杨幻也被欢瑞离职的副总裁贾世凯带走了。 这次的杨子离开,只能说是逃离苦海而已,脱离了欢瑞,杨子的未来应该会发展得更好,毕竟,杨子能活,从来靠的就不是欢瑞。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哦。